嗨 大家好 我是陳老師 我們來討論一下有關於懷足扶具 它的設計跟我們行走步態的 主步的運動的一些相互關係以及比較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先來瞭解一下 正常的步態跟主步運動是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開始我們從它的著地起開始看 著地起的時候我們當然就是 我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們都會主根先著地 著地的時候呢我們可以看到主根會往上提 我們前腳掌開始下降 這時候完成著地 另外呢我們的小腿可以看到它開始擺動 重心開始往前 這時候形成底部會形成一個三角點 是最穩固的時候 那在往前的時候呢會開始將重心轉移到前面 就這邊形成一個Rock流動到前面來的時候 子骨作為一個支點 主根抬起 最後面呢有一個直確力量 往前蹬 腳步離開 然後之後呢我們會再有一個被去的力量 把腳稍微往上拉 為什麼呢因為這樣我們等一下在擺盪的時候 才不至於腳尖會踢到地面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幾個重要的特徵喔 一個是 竹根 它必須是 往上 腳掌往下 小腿往前移動 另外有一個直驅的力量 以及背驅的力量 固定式的AFO 會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設計喔 我們可以看起來通常一般來講 逐步固定 另外一個呢 小腿跟腳掌一般來講都在90度 那呈現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子的狀態 在我們的步態裡面 我們會呈現怎麼樣的一個動作呢 所以我們一樣來模擬一下 它整個的行走的過程裡面 會發生到哪一個現象 那我們可以先看看 如果說假設是正常的步態 我們應該是一開始著地騎 對不對 那我們之前有提過 爪地騎的時候 可能足根必須往上提升 前腳掌往下降 不過這個時候 你固定AFO 其實是很難做這個動作的 那而且另外一個呢 我要過渡的時候 也很難過渡 因為它這邊固定著 所以它不能 小腿剛剛看 我們之前講過 小腿要能夠擺動 才能產生一個Rocker 那這個時候它也過渡不了 所以它就很難再往前走 所以它這個動作 其實固定AFO 其實某個程度 它相對來講 是比較不利於行走的 它沒辦法完成一個真正的一個步態 那活動式AFO呢 除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跟固定的AFO比較大不同 當然就是多了一個 這裡多一個懷關節 那另外呢 它這邊可以稍微可以活動 那我們來看看這樣比較單純的 那一般常見的活動CFO的一個步態 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在著地的時候 我們跟之前有提過 竹根 往上升 先交到往下降 欸這點可以做到 那它的小腿這時候呢 還沒有回復很快 所以這時候對病人來講 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它比較安全一點 那這時候呢 它可以過度 它可以移動 所以它呢 我可以很順利的進行到 所謂的戰略期 不過我要再往上 形成個Rock的時候 可能感覺上 就稍稍有點麻煩了喔 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這地方 它滑度度很大 它比較缺乏一個直驅 這時候的力量 往前 上去的力量 這時候呢 就要靠病人本身的力量喔 如果說病人本身 它有比較強的直驅力量 這時候它還是可以做 它靠自己的力量 把它腳 登上去 可是萬一如果患者 它直驅力量比較弱 它可能在這一段 這個過程裡面 它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它沒辦法能往上登 那當然 起來以後 因為它會有一個 我們這地方會有一個阻擋 另外一個呢 避免垂足的一個設計 讓它不要掉下來 大概就只能做到 這樣的程度 但是它並沒有辦法提供 一個很穩定的一個直驅的 往上的力量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探險A4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先看一下外觀上面的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前面這邊 是一個探險夾力板 相當的薄 相當的薄 比較輕薄 那也有聚彈性 然後它的支撐點呢 並不像我們一般的A4 看起來都好像都在竹根這一帶 它是在中間 那這樣子的設計會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們再一樣來模擬一下 在行走時候 跟我們足部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搭配 狀況下會是如何 著地的時候 我們之前提過 著地就是竹根會稍微往上 前腳掌會往下 那但是因為它探險板是軟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而且這邊是開放的 所以它很容易就看到竹根 就往下壓了 就往上 那這個下來呢 我的這裡的小腿 其實還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它這個時候會在 比較後面一點點 然後再往前 形成一個Rocker 重心開始往前移到前面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直區域有一個力量在這邊 它略有彈性 那因為一開始有重量 所以我們會壓下來 可是當我們一開始 重力在往前移動的時候 它很容易在彈起來 那這時候呢 因為它有一個 上上往上的支撐力量 所以我們腳掌 也在擺盪期的時候 不至於往下垂 這時候它會是一個 在更接近於我們 正常一般人的步態 所以如果說 在長期行走的時候 如果說它缺乏這些力量 一般來講 都會比較容易 會有四肢的疲勞現象 比較走不久 然後也比較容易 會有疲累的現象 但是如果是碳線A4的話 基本上這些力量 都可以透過這些 我們的儲能的回饋 以及它不同的特色的設計 達到一個更節省體力 然後讓我們行走 更便利的一個效果 J dare auf 1 2 4 3 9 3 1 5